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您收看的是2023年10月3日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是, 苹果宣布将发布软体更新,解决iPhone 15系列过热问题。 苹果近期表示,iOS 17系统和应用程式的错误等因素,是导致机身过热的原因。 苹果正在与第三方应用程式开发商合作修正问题。 分析师预测,苹果会透过更新软体修正问题,但除非调降处理器效能,否则改善效果可能有限。 如果苹果没有妥善解决这个问题,可能会不利iPhone 15 Pro系列的出货量。 第二则新闻,友达宣布以204亿元收购BHTC,带动股价一度大涨6%。 此次收购让友达在智慧座舱系统整合,以及欧美与印度生产方面的布局一步到位。 友达董事长彭双浪表示,BHTC除了总部德国外,在美国、日本、保加利亚、芬兰、墨西哥、印度、中国等地均设有子公司,此次收购让生产目标提前达阵。 彭双浪认为,友达与BHTC的结合将发挥最佳的优势互补宗效,加速串联全球各地汽车产业供应链与价值链。 友达总经理科富人表示,友达以前就与BHTC有合作关系,过往友达专注在显示元件与模组的技术能力,但要走到智慧座舱的显示,需要更多的系统及设计,组装与服务,借由并购BHTC能一次到位。 第三则新闻,彭博社报道,多家台湾企业帮助华为突破美国限制,建造晶片工厂。 被点名的企业包括崇岳科技、雅翔工程、汉唐集成和细科鸿盛。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曾警告,华为正在建立一条秘密的晶片供应链,并已获得补助资金,收购至少两家工厂,并建造三座工厂。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台湾企业的参与行为,是否违反美国的制裁规定。 其中,细科鸿盛曾公告赢得两家中国晶片制造商的合约,而这两家公司与华为合作建造晶圆制造厂。 崇岳科技证实中国子公司正在与彭新为处理废水的合作。 汉唐集成则表示子公司与申为续签订了翻新合约,但母公司并不制造或出口晶圆相关产品或设备。 台湾经济部表示,将调查四家企业与华为的关系,美国商务部则拒绝对华为的供应商发表评论。 第四则新闻,疾管署提醒,目前民众已经可以接种公费流感疫苗。 建议符合施打流感疫苗的民众,配合开打时程紧速施打,在流感流行期来临前获得完整保护力。 部长薛瑞远表示,政府提供698万剂4架公费流感疫苗,占全人口29.6%。 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,疫苗保护力约一年,建议每年需打一次。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分两阶段开打,第一阶段已于10月2日起开打,第二阶段自11月1日开始施打,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第二阶段才能打,其余对象均是第一阶段就能施打。 机关书表示,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,施打后保护力平均约可达30%到80%,对因为流感而住院的保护力约有41%,对重症保护力则可达82%。 施打流感疫苗需要携带健保卡和身份证件,除了国小、国中、高中职、五专一至三年级学生在学校集中施打,特定造册对象在指定地点施打流感疫苗外,其他民众可在诸家附近有配合的医疗院所施打,不受户籍的限制。 感谢您收听。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